各位好 今天地獄廚神做一些很簡單的食物 今天做什麼呢 這個是伊比利亞黑毛豬豬辣條 一包差不多吃400-500g 我覺得可以分兩次吃 上半部分簡單就等我做 下半部分複雜的等我家姐煮 我會怎樣做呢 我會很簡單 通常拿了我吃的份量出來 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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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很多在這裡 放下面 這個就硬一點備用 洗乾淨 我會洗乾淨 接著我就會 放些豬子在旁邊 吸乾水 吸乾水 切粒 或者切你喜歡吃的大小 我準備好了 我就會切 因為我打算氣炸 不要這麼大塊 一口一口一口 你看 地獄廚神就是這樣 一大一粒小 切你喜歡形狀 不要緊 我也是很隨心 你會想到牛肉的香味 切細粒一點 容易熟 切大粒一點 就有口感 有口感 這樣 這樣 夠我一餐 先把手 切開一點 不可以 因為手已經很肥 叉烧酱 叉烧酱 普通维康白鸡 普通维康白鸡 海鲜酱 海鲜酱 看你家里有什么酱 有什么酱 我喜欢用叉烧酱 Kalau unsurken 有时客人家里 凡过的叉烧酱 也可以 我用叉烧酱 应该有叉烧酱 有两匙 应该差不多 intuit触用 拎它 vordan 好这个下 Usually 小湿后 첫线 画对一起 我最後如何体 pairs 15分钟 因为一口 它犷尔黑薄猴 煮了就已经等了 你肚饿了 这样我就会直接 吐下去了 几快 搞定 稍后焗完 试吃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5分钟之后是什么样子 已经很漂亮了 稍后很期待 快点吃 稍后 告诉大家 完成后试吃给大家看一下 稍后见 果迷看 可以了 做好了 好像一粒 一粒色仔Q版叉烧 这样就蛮好 用气炸锅 逼出油 先夹出来 一粒粒夹出来 哇 好像一口牛 刚才这些切得比较大粒 这些就是 我真的不建议客人切这么小粒 小粒有些小小缩了水之后 就变成很小粒 哎呀 又 又洗米 因为拿着木头 很难看 很笨 我应该用夹夹 我拿筷子很厉害 好想吃,快点,好想吃 是不是很漂亮呢?我觉得很漂亮 又简单,刚才你见我由开袋到腌食几分钟 用吸油纸吸一吸油,超棒 我出去,我转个屏幕试吃给大家看 这个叉烧酱做的伊比利黑毛猪,猪蓝条,多棒 好了,我跳出来了,现在我自拍,姐姐很忙 我们看看,好棒啊,好像自制叉烧一样,超棒 嗯,好吃,做什么? 很好吃啊,因为它的肉,有肉汁味 对啊,有点滑 嗯 那次你试一下,切片打边炉很棒 可以打边炉吗?这肉? 可以了,挺好吃的,爽口的 这肉还可以多个用途,就是切片打边炉 我真的没试过 我经常做最简单的就是气炸,焗炉 因为最简单,不用开火煎嘛 那煎当然可以,有些朋友喜欢煎的,煎当然可以 那我喜欢逼出油出来,好棒啊 嗯 已经死了几粒了 如果呢 大家喜欢吃焦边的那些呢 就 这些,我喜欢吃焦边的,吃叉烧都吃焦边的 哇,超棒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款 伊比利黑毛猪猪辣条 哇,超棒 这些真是懒人家做的,用得很高水准,高质的 叉烧 拜拜